我觉得过瘾是过瘾 但没有让我冒鼻涕泡那种程度 我没有冒鼻涕泡对不对 我吃辣还是很不错的 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姑娘写点评说 这家的丫头拉着她在家里大圈圈 然后拉着停不下来 她一口接一口得过瘾 来了以后发现她藏在一个居民区里 一般藏在居民区里都比较好吃 开了小十年了 到底有多辣多过瘾 你去看看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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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这会有吗 鸭头 鸭舌 鸭肠 各来一份吧 拌肠 鸭肠这个味道 那就拌肠 拌肠更筋道一点是吧 拌肠 好 再来一份土豆 土豆片 绝 这是干啥呢 绝 你绝吧 我不需要这个 给我带三宝奶 我并不需要 我先吃个鸭拌肠 拌肠很嫩 软软的 囊囊的 鸭舌 谁要吃鸭舌 鸭舌是不是也是25啊 鸭舌多少钱一份老板 40啊 我喜欢这瓣肠 我再多吃几口瓣肠 这看着好诱人 还可以吗 我很辣 来个鸭头 谁最爱吃鸭头 都会闪气玩 我都很少主动去找鸭头吃的 这个听说贼辣 挑战一下 这个很明显味道壮 它就是一锅卤汁为什么 味道不一样的 不可能一样的时间长 你敢吃吗 我一会准备打包 打包了 老板你给我做的啥辣 正常辣 还能夹辣吗 我应该没有汤辣桌 我已经汤了 怪不得 你没有鸭头多钱一个 只会钱一个我也不知道贵还是便宜 多点面 这咱们15块钱一份的三合一牛肉面 陕西的物价还是挺 神仙的是吧 煎蛋两块钱应该小贵 很香 这大碗三合一 你们吃压货的时候配什么主食啊 米饭还是面 这是什么行为 这面好香啊 这面太劲道了 来吃个鸡抓抓 鸡嚼嚼 热的也挺多的 他们俩统一炖的很烂火 很入味 一面油脱锅了 这就也好吃 吃个面结结辣 这次必须得咬断了 你看我筷子都夹断了 算了来 面好劲道 我筷子都夹断了 味道甜的刚刚好 不由你 也不后鲜 还吃 好久没吃面了是不是 小贝把面咬断了 也挺紧 这个真的好好吃 直接给你用了一口 半场第一 这样的块钱 旁边之间面也不错 十五个人这么一大了 幸福 土比较没吃呢 谁都对啊 土都不吃不吃 尝尝 这直接泡了 这怎么的味儿 嗯 还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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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已经可以穿长袖的鸡脚了 带给我吧 你刚好 啊猫上树了 猫真会上树 我今天吃的还烫鸭的正常辣 能吃辣鸡的可以过来炒鸡 要不要喝辣 不能喝奶 怂抱上线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在这里 仍然喜欢小鸡小鸡点灶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换碗去 爽死了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下午的6点15分 看看这天 它像吗 越往西走 天越亮 我们今天来到银川 来银川第一顿 一定要吃手抓羊肉呀 我们找到这个手抓羊肉 三巨头之一的 第一大巨头 国强 你看到了 满满的这种 国营饭店风 是不是 手抓羊肉 我来了 吃羊肉一定要吃的就是 宁夏看羊 有人就不吃羊肉 不吃羊肉一定要来宁夏 吃一次羊肉 你会爱上羊肉的 然后来的话一定要饭点 前过来就排上 饭点来绝对要排队 你好我这儿能点了吗 一斤的这个手抓羊肉 一斤的羊脖 手抓羊肉是哪个部位呀 还有后腿的那条 羊排 羊排的话就比较壮一点 壮一点 肥一点 肥一点是壮一点 这两个部位是吧 后腿瘦一些 肥条是肥瘦上面的 好要了肥条 再要个沙葱 这啥这是沙糖 是沙沙的那种糖 八宝茶多少钱 12块钱 12块钱一位 我要一个 这里面都有啥呀 脏肥 脏肠 油箱这么大 不行我受不了 这太香了 肉还没来 我先来一个饼子 加个青椒 它这个薄 咱们那是厚实 人家这个薄 轻硬一些 不油腻 好香 来吧 臭饱的 心心念念的手抓羊肉 来喽 先吃个原味 它那个出锅前 最后撒了一把盐在上面 盐还在上面扶着呢 但好香啊 真的 手抓羊肉是最简单的做法 你看 就肋条 它就是肥瘦相间的 如果你不能吃肥的 你就点腿肉 好的羊肉一点身体都没有 咱这有蒜吗 老板 有蒜 这一斤118 你们觉得如何 这是干料 这个是蒜和醋 试试 嗯 这么嫩的蒜 唯一能让我放下肉的 就是蒜了 先剥蒜 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爽死了 看这个骨头脱骨脱的 求救了试试吧 真的好吃 真的 这一份不够我吃 一会儿再要一份 这太香了 哦对还有羊脖子 看看这种 咱家羊肉的是多大的羊羊 几岁的羊羊 不知道 三岁利落 我再吃一个蘸了醋的 羊脖子一会儿吃 别着急 嗯 酸吃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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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算绝了 调料比它来说都多余 盐川这个地方我之前来过一次 太好玩了 很多西北以外的孩子可能对 盐川都是知道的不太多 然后大家来玩的时候 不光可以吃这个手炸羊肉 还可以去那个正北谱 影视城去逛逛 小时候看那个大话西游记得不 这个在那配的随便拍的都是美景 而且西北绝大多数都是吃面 以面为主 占到80%以上 但是盐川是一半米一半面 来盐川 一定要吃沙葱 这是沙漠里面的小细葱 看看嫩不嫩 头感很清贵 枸杞苗 名下不是产枸杞吗 小小出门之前就是 谢谢娘娘 姐姐一定要吃枸杞苗 两个蔬菜比点 这不一样口感 这个沙一些 口感稍微吐槽一些 这个很细呢 好吃 好吃 吃羊脖吃羊脖 这个羊脖感觉稍微有点肥 是不是 但很细呢 一圈筋 然后中间这块有个骨髓 脖子肉紧实一些 还是那排肉最好吃 我觉得好细嫩 咱们羊是几岁的羊啊阿姨 我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觉得 没事没事 我第一次问你 你不用实在不好意思 你像我们来的时候 坐的那个银骑高铁 对不对 现在银穿通理机 三个半小时就到了 两个颜色 黄色代表黄河 然后蓝色代表蓝天白云 我们来的时候 随便打了个车 然后驻车司机 随口一说就 天下黄河赴宁夏 然后下高铁站的时候 原来上面就贴的宣传语就是什么 赛上江南山西宁夏 是吧 很有意思 这黄河在一片黄土高峰上 突然就冲击出来一个平原 一片绿洲 你好 我再加一个什么 无冬干拌刀削面有吗 有 有 要一份 你要大的 你们吃吧 不吃你来干嘛 来个大碗 来了 这个是直接嚼上去的是吧 好香啊 羊肉拌面 哇哦 里面有香菇 还有蘑菇 粉条子 还有木耳 人家并不多 但是有 大碗这个 确实 今天在这边要一份 好那你们自己挑 往里挑 你要这个碗 给 搞点蒜 你们不要蒜吗 这个真的一点都不辣 鲜鲜甜甜啊 这一碗十块钱 给他们算了十块钱 发一点点甜味是不 胡萝卜的甜味好像是 还是洋葱的甜味 总体来说是那种 黄焖 带一点点辣带一点点 微微的甜 这面 最滑了 最劲道 它这里面的羊肉也是 微微的鲜鲜的嫩嫩嫩的 更难想到刀削面不一样 还是刀削出来 也不知道用啥刀削出来 我真的吃太多了 忘记拿杯水 先倒上半瓶水 拿下我的美达师 应该都知道吧 我之前给你们说过 他们家的鲜尾粉 这个我一般就是 吃完饭以后 就会喝上一杯 先倒一杯水 然后搞一包随身装进去 然后呢 赶紧快速搅拌均匀 开这个鲜尾 因为吸水准超级强 然后这个一定要拌好 赶紧喝 不然一会儿它就吸水 凝成那个果冻了 就没有用了 等它成这个样子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喝了 喝完再给你们说 它干嘛用呢 香橙味的 超级好喝 大家用凉水 或者就常温水去冲就可以了 这个干嘛用呢 这个我之前就给大家介绍过 我自己一直在喝 它里面的成分是 天然的洋车钳子可可 而是纯植物生纤维 喝完了以后 帮助我们去尝到鲜 放后去喝就行了 然后你像比如说 我吃的大鱼大肉 而重烤重油的时候 我饭后就会去 用它去解油腻 这个我自己带的是 这个变血装的 因为出门在外嘛 这样就比较方便 对不对 在家里我一般就会喝 那个大桶装的 那个比较划算 马上就要挖了 大家懂得 去吐起来 对了一定要注意 喝完了以后 都要大量去补水 结账 看看吃了多少钱 我的八道茶没喝呢 尝一口 嗯 嗯 嗯 茶里面居然有芝麻 居然融合着 还这么好 这么香 您好 我这里买单 我们这里买单 448是吧 咱那羊用的都是几岁的羊 几岁的羊 小羊糕 一岁的 哦 终于有答案了 448 开心 走